Hello 我是鴻安 欢迎来到唐鸿安的单身女子旅行 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 一个人旅行的技巧 当然还有异国恋情 今天回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单元 我要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 因为呢前面我不是录了三集 就是有Netflix里面我排名的十大值得二刷神剧 然后其中我只讲了九名 然后还极度疯狂的把一集天官赐福拿出来 硬是讲了一集 结果呢我就看了我们这个podcast后台的大数据 发现大受欢迎掌声 一定是因为有我 什么东西跟那个主题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妙啦 因为我这个单身女子旅行 我们都是讲旅游为主 或者是我个人女子的艳遇嘛等等的 或者是我算牌的经验啊 这种特殊路线的东西 可是呢因为疫情 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太闷了 我们聊那个剧就是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决定了 这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又心迷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 但首先我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Echo 大家好 我是侦探Cole 今天我是来破案的 破什么案 我觉得你线索有点过少 我线索是蛮少的 不是我线索蛮多的 你线索很多 因为有人每天给我发线索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 我们发了线索 你又不看 我不是不看 我是没时间看 我看了线索 现在了解的几少 我今天就是来一探究竟的 不是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的我的粉丝都要留言问说 请问Echo到底是有多忙 因为我们不管什么Netflix聊什么东西 Echo都很忙 我就很忙 对我忙到我今天一次来 我就要录好几集 因为效率比较高 好那我们来先直接破题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 叫做明星大侦探 明星大侦探其实是一个中国的节目 对 那这个节目呢 让我叹为观止 不得不说哦 就是大制作 大制作 这大制作 钱就在那边你知道吗 对 很多很多国际级的大厂商 最高最高的那种广告预算 或置入的预算 都会放在那边 所以没办法 他的那个制作哦 我们台湾看不到 大制作 大流量 你自己说嘛 你自己 你自己也是有这种 就是两岸工作的经验 他们那边的那个制作 你自己看跟台湾电视的 制作单位的制作比起来 就是 有没有十倍之差 这不是十倍 绝对不是十倍 也绝对不是百倍 就是那个认知是超乎了我们想象 完全超乎想象 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由于他的那个制作经费 非常的高嘛 他的细节又做的特别的用心 就是并不是说钱多就可以做好很多事 重点是你有没有用心嘛 那他的细节又非常厉害 所以这整个节目的架构 实在是高到让我觉得 哇厉害 闹动大开 对不止这样 好我就会分一些段落来跟大家介绍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哦 我不会就任何一集来破梗 会不会是我破的 现在呢就来先简介一下 明星大侦探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首先 他是一个侦探 实境真人秀 就是有点类似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像是密室逃脱 对但是他不是逃脱 他是破案 他是破案 就是一群艺人在里面 然后破案 他就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嘛 就是说他们每一个艺人 都只拿到了自己这一则故事的 个人的剧本 自己的part 所以你只知道你自己人设啊 对 你只知道人设但是没有脚本 你只知道你自己这个角色 所以等于是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在节目中 你必须要依照着别人说出了什么 然后发现 诶等一下他跟我该不会是什么关系吧 你自己要去推敲 对你要在那边推理 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 那肯定啊 对只有一个人有杀人动机 那还推敲 就有线索全部指向 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 但是当然最后只有一个人凶手嘛 真相只有一个 所有的人就在那边不断不断的 就是互相的讨论 不断在现场做手整 首先啊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概念是来自于韩国 其实最近可能有20年以上吧 所有的那种综艺最顶尖 都是从韩国来的一些版权 大陆都买了很多韩国的版权 但是说实在的比较 做的比较好的 还都是韩版胜出 对 可是哦 这一个 明星大侦探是中国版胜出 没错 超越韩版 超越韩版的一个经典之作 对 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看 中国版本的明星大侦探 那我们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的这个节目进行 会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因为毕竟是所有的人 进去玩一个侦探游戏的感觉 对 通常一集会有五到六位来宾这样 然后一个人是担任侦探 对 然后剩下的人全都是嫌疑人 而这群嫌疑人里面会有一位凶手 对 那差别在于呢 这一位凶手可以说谎 所以你问他什么 他有可以跟你说没有 是可以跟你说不是 他可以说谎 但其他的人只是嫌疑人 但不是凶手的时候 不可以说谎 你只能把自己的人设 人家问到你的时候 你就把它说出来 你知道的这个部分 你几点几分在哪里 对 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你要说 还不说 但不可以说谎 没错 只有凶手可以说谎 所以你到最后还是要做一些判断 游戏流程会是在一开始 当然剧情就会小演个五分钟 然后就是死者必须出现嘛 要快速地死一个人嘛 对对对 就跟敏战柯南 跟金田医 说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死了 一定要有人先死 然后那个人先死了以后呢 大家就要说 啊怎么会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第一次的大家就是几个 然后侦探是他们在 剧本拿到角色设定的时候 某一个人就会直接被设定为侦探 因为他们在编剧的时候 就已经设定好 最没有杀人动机的那一个人 就是侦探 或没有厉害关系的那一个人 就是侦探 对但侦探的话 他是协助梳理整个案件 对他要梳理整个案件 所以我跟你讲 最聪明的 才能当侦探 永远永远没有当过侦探 是吗 没有 可是有人真的 你以为他不能当侦探 他其实还是当了侦探 反正也是有各种有趣的事情 在这里面 就是侦探就会集合大家说 来每个人说明自己的 那个不在场证明的一些时间线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一定梳理时间线 接下来就是来大家进行搜诊 那现场他会setting 每一个角色的房间 或者是他的工作场景 或者是案发现场 他会setting出来 那在前面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也要第六季了 然后每一季有12季 那所以他在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2017年开始的 所以到剧经也是蛮久了 又五年了 可是你到现在去看 他的第一季 还是觉得哇 太精彩了 真的是非常好看 然后他的第一季里面 会是在那种大的那种片场里面 直接setting 有点像 我简单形容 你们就会听得懂 就是有点像在IKEA里面 对 对 就是他只是一个区块 围起来围起来 然后就setting 这是谁的房间 这是谁的房间 所以并没有真的用墙搁起来 就像IKEA一样 一间一间一间在旁边 然后大家就轮流进别人房间 对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方便拍摄啊 对 他可以拍很多什么隐藏的镜头啊 之类的 对对对 他一开始是这样 可是到了第三季之后 超级大之错 赞助商爸爸越来越多了 真的 天哪 我告诉你 所有的赞助商都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们都五六个赞助商在里面 所以突然他们经费暴增 所以到第三季之后 真的很夸张哦 有一个是叫做酒店惊魂的 他们直接在一个大片场里面 搭建一座玫瑰酒店 直接盖一座酒店在片场里面 对 这简直是拍电影的规格了吧 很夸张耶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一集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所以这是他去找一间酒店 就是业配做这个吗 可是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像 对因为他那里面 因为是侦探游戏 所以他必须要做很多线索在里面 一般的酒店可以让你这样搞吗 有一季是第三季的最后 叫做又是漂亮惹的 或的那一季里面呢 整容 对他直接盖出一间医院 他盖了一间医院给你 反正你就 哇怎么那么傻眼 就是他们的那个大制作 而且很挑高啊 什么整个很大 人还可以去二楼啊 什么之类的 可以可以 然后重点是还有按门啊 还有走道啊 然后后面还发现 就是原来这整栋酒店的后面 还有整个大区块是 是个什么 比如说什么神话实验室 什么鬼 反正就是哇超大制作 就是非常有趣啦 因为他后来的那个 赞助商业也越多了 所以光看他的这个场景 你就是目不暇及了 搜证就要在那里面 就是像小偷翻 翻箱倒柜 对 整个就是翻到爆炸 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箱子 然后箱子都有上锁 然后上锁 锁就没钥匙 你就要在旁边再去寻找钥匙 或者是他会上一个密码锁 那你就要想办法找到 那是什么密码 对 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推理 一层一层的 对 比如说你可能就要去开他的电脑 然后发现他的电脑里面 要输入密码 然后你又发现了 从他的衣柜里面 收到他的皮夹 皮夹里面有身份证 身份证上面有一个 出生日期 然后搜搜看 或者是身份证号码 搜搜搜看 就类似这样 这其实很难 有些是他第一次搜证的时候 他并解不开这个密码 可是他去听了别人 搜集到的证据之后 然后融会贯通 然后第二次他就觉得 他拆到这个密码了 对 而且还有人是 搜搜搜从花盆里面 捞出了一把钥匙 然后他就一直戴在手上 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还是不知道 可以开什么锁 锁在哪儿 就是他说 我一直拿这个钥匙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哇 这个节目不能say 就知道你真实的反应 那我们就要讲到了 那这个节目里面 他的能够参与的人 就很重要嘛 对 他有固定嘉宾 对不对 他有固定嘉宾 他在第一季里面 有固定的几位嘉宾 但是如果说 你不太常看大陆的一些剧的话 就是不会认识 因为我并没有很常看 大陆的这些综艺节目 所以我很多人 我是不认识的 但是由于我觉得 这个剧 他们的反应什么 实在是效果太好了 就是那些人 你认不认识 一点都不妨碍 你享受这个剧情 对 所以我就往下看 然后呢 我就发现这群人 天哪 真是不简单啊 我就跟你们讲 其实他们的导演 有说到底怎么样去选择 能够参与明星大侦探的艺人 首先双商在线 你知道双商是什么吗 智商 情商 对 智商 情商 再来还有什么 高演技 因为 你在里面是演你那个人设 你知道吗 你不是演你本人啊 他会有主题 比如说 今天是演一个 机场的杀人事件 对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空姐 或者空少 或者你是机场维修人员 对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说 有一集是在演 整心诊所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病人 整心医生 整心诊所里面 餐厅主菜的大妈 你的整个性格是 你的爸爸妈妈 亲人都死光了 然后你的抑郁 重点是你一边要演 你还要破案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有时候就是 突然就来上一段 两个人的对戏 然后对完了之后 他们又去找线索了 就是 虚实整合这样 对 可是我觉得好笑在这边 因为其实 其实这毕竟是一个侦探游戏 就是最最最大的一个主题 叫做他是一个侦探的真人秀 所以重点还是那个破案 所以你不能说你都不破案 你在那边死尽眼 谁要看你一直演 我真的要看演戏 我不会去看连续剧 我就跟甄嬛传就好了 所以其实 你偶尔要演那么一点情境 但是破案是重点 然后破案的时候 他们还会耍心机 而且你会看 他们眼神还互看 小表情 微表情 很好笑 对 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他们推理到后面 觉得可能是谁 侦探可以选择 每一个人都要来一对一争讯 他们有的时候到最后 直接那个人进来 他会说 你说吧 还有什么我没发现的 直接证据 就你的吧 对 因为他就是像是那种 警察在询问犯人 有时候你要 他们还要斗志一下 对 他们要斗志 就是他等于是故意 用一个问题去试探他 对 但是侦探如果不够聪明 他就没办法做这种假设 他一定是内心已经推敲说 哪些有可能是犯人 他有可能是怎样的犯人 所以他就去问出了这个 决定性的问题 对对对 那如果犯人没有察觉的时候 他被问了问题 他可能突然就 露出马脚 对 对 所以这些一人 一边在演呢 然后一边还要破案 然后一边 如果你自己是犯人 你还要掩饰你是个犯人 对 然后他们还要在那边 就是勾心斗角 重点是勾心斗角 是没有脚本的哦 你只有自己的人设本 所以勾心斗角之间 是他们当场 现场的所有临场反应 临气反应 对 所以好看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活生生的真人秀 所以非常有趣 再来我刚刚说药膏演技嘛 然后再来是 还要有综艺感 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节目 他不是一出真正的戏剧 所以综艺感重要 就是 对 他们讲的哏 你要接得到啊 很好笑 幻梗齐发 对 然后再来是表达跟逻辑 因为毕竟他是侦探游戏 所以你逻辑一定要好 然后再来是 每一个人都要上台 去跟其他人分析一下说 我搜到的证据 我认为谁可能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 参加过这个的 节目的来宾 他在上台分享的时候 你真的会马上知道 他是不是一个逻辑很好 反应又很快聪明的人 马上可以知道 我现在就推荐一个 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的一个 就是王家尔 王家尔有去参加过这个节目 好多集 哇 Jackson Wang欸 但他中文不是 有点问题 他语文很烂 可是讲得很好笑 有你觉得不错的吗 我觉得固定嘉宾 有两个是特别聪明的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固定嘉宾 固定嘉宾这两个 我原本都不认识 可是他们其实在中国 是红透半片天 所以呢 反正你都听到这了吗 你应该也会想要去看一下 这个节目吗 那我就跟你们介绍 这两个人有多厉害 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 萨贝宁 萨贝宁 他是一个学霸 对学霸人设 我帮大家增加一点想象 他的整体人设 很像是台湾的 谢振武律师 比较有公信力的角色 智商非常高的那一个 那我跟你们讲 他在中国算是一个 多么多么学霸之中的学霸呀 他23岁 还在做北大的研究生的时候 就已经在央视 主持一个 法律解说的节目了 在央视当节目主持人 才23岁哦 不容易哦 那萨贝宁非常厉害 他曾经有一集 很好笑是那个 其他的综艺节目 然后就一群学霸 艺人 其中一个艺人 A就说 我当年啊 在我们大学 我可是艺术类第一的 然后B就说 我也是第一啊 C就说 哎呀我们谁不是第一啊 这个时候 萨贝宁就呵呵一笑说 哎 我怎么跟一帮 还需要考试的人 坐在一起啊 你们真的是 什么叫考生啊 因为他在18岁那一年 直接被保送 到北大 对保送北大 然后他讲话就是 你就想像 像谢震武律师这样 讲话条理分明 咬字清楚 然后呢 知识非常的渊博 在第一季的前两集 都是由他当侦探 你也觉得这个人设 非常的符合 但是 我 我觉得 你刚才用谢震武讲 我就觉得 好像有这么一点 小落差 为什么 就是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原本以为 他就是谢震武的 那个人设 对不对 结果他 他只有一半是谢震武 他的另一半 是搞笑血腥 就是萨贝宁 你觉得他这么 就是像谢震武这样 如果今天有一天 谢震武突然开着搞笑 跟吴忠贤一样的搞笑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但是萨贝宁 就是这样的综合体 就他还会搞笑 粉丝们把他取了一个名称 叫 方心众火煞 方心众火煞 什么东西 他在里面有时候 会有一些搞笑 就是那种漂亮的女生 他就会展现出 哦天哪 这个女生 勾搭的感觉 我太轻慕了 这样子 对他就会 故意演一些效果 所以他扮演那些效果的时候 又特别好笑 他幽默感十足耶 他演技在线哦 对 所以他明明就是个谢震武 但是又加上了 加上吴忠贤我认为 有到吴忠贤的地步是不是 有有有 我觉得他很厉害 还是等一下 还是 还是 沈玉玲的 沈玉玲吗 可是沈玉玲有一点 你说我们玉玲哥怎么了 玉玲哥比较over啊 对 那他好像没有那么over 他就是属于 内敛的幽默感 所以他有时候 讲的一些幽默的东西 是在他的话语当中 而且他的言词改变 所以能够给到就给到 然后现场来宾 有时候就一头雾水 我跟你讲 比较笨的来宾 真的听不懂 对真的听不懂 而且他讲的东西 常常有时候是双关 对 或者是有一个讽刺 就是 文学造诣 如果没有到那个点的话 诶 你听不懂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 我的粉丝们 都是听得懂的 水平很高 因为节目组都帮你上字幕 还有上特效 你绝对可以看懂 因为你不是在参加的人吗 不用担心 因为我的粉丝 水平很高好不好 刚刚讲的就是Sabe Ni 然后再来是呢 他在这里面 由于他每一次 他讲话真的是 头头湿道条理分明 可是你知道 他每次当侦探的准确率 起低 超低 他每一次都会投错 或者是误会别人 所以到最后就被 所有的那个演员们 角色们群潮 就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代表 冲讽他 说他是狗头侦探 一直骂他 然后再来会说 抽萨侦探 你就是明灯 凡指标的明灯 只要他选了谁 我们就选另外一个 因为通常 通常到很后面 会有两个选不出来 就是都嫌疑非常大 狗头侦探选了A 大家就可以去选B了 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萨贝宁 是一个 我觉得他非常有趣 那再来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 我告诉你 这个才是 中国版本的康永 他是一个顶流的主持人 然后他主持的节目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康熙来了 那样的地位的一个节目 叫做快乐大北 对快乐大北 他跟谢娜主持的 对他那个节目 完全就是 康熙来了的等级 这个主持人叫什么 何炯 何炯他也一样 就是他非常的聪明 首先 我们从他的学历 他也是 18岁 保送 北京 外国语大学 的阿拉伯语系 后来还在阿拉伯语系里面 当老师 他在所有的主持里面 都是温文如雅的一种风格 就是真的跟康永很像 再比康永再青春一点 然后有时候 也会比较搞笑一点这样 那但是他基本整个形象 就是 大陆版的蔡康永 他在节目里面 有时候的表现 让我觉得说 您才是侦探吧 他演技在线 我告诉你 而且他逻辑特别特别好 而且他常常 每一次轮到他个人深论的时候 他一站上去 说来我替大家梳理一下 突然你就会觉得 刚刚那些人都是小学生 对 然后由他替大家梳理 有一集是那个 萨侦探 他一坐下来 他说 天哪 有史以来 最复杂的剧情 结果何炯就说 我觉得不复杂耶 狗头侦探 那就比较狗头一点 反正就是 何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 这两个人 就绝对是 抬住 太重要了 因为基本上 逻辑不好的人 就无法承担 这个梳理的角色 他们两个 always都是 而且他们很听得懂 就是别人提出了线索 其实听起来 就是八杆子打不着 他们都get的到 他们就觉得说 诶 这有点疑惑 而且有人 他讲出了某一个线索之后呢 何炯还会说 来我替大家整理一下 他的这个时间点 就跟谁谁谁的时间点 就对上了 诶再次提醒哦 你知道这个都是 没有脚本的哦 对 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设定 然后别人的东西 都没有脚本 所以你都是听到了什么 现场在做笔记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艺人 现场都有拿纸笔在笔记的 不然那个会是开不下去的 而且他们还要拿 他们的赞助商的手机 对对对 现场拍照收证 强行置入 强行置入超级好笑 对超级好笑 那我现在刚刚 我们讲了两个学霸之后 我们还要讲一个人 这个人呢 也是值得介绍 就是他是我们的台湾代表 这位台湾代表呢 是 就是 鬼鬼 对 你知道鬼鬼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惊讶 我一开始很惊讶 我就觉得 他在这个节目里面 他真的能跟得上推理吗 结果你知道 果然 他真的跟不上 他是这个节目里面的 傻白甜代表 他做效果 气氛担当 大陆的那个 网友非常喜欢他 非常喜欢他 因为呢 他就是傻白甜 但不讨厌 从一开始 你会发现 常常前面的几集哦 推理推到一半啊 鬼鬼已经 在放空了 他脑内登出 对他登出了 他真的登出了 他整个就是已经放空 而且他是那种很可爱 就是他表情 完全脑内的想法 就是表现在脸上 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就是他没跟上 上过很多集的人 一定就是逻辑特别好 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那我就看到 这个来宾第一次上节目的表现 我就发现 有的人真的弱弱的 所以演员去不见得会有吃香哦 其实你要有演技 可是如果你就是那种 照本宣科的人 不好意思哦 我知道有一个艺人在那里面 是被他们的导演 在第五季的时候 总导演受访 有拿出来表样的艺人 等于是五六季以来 表现最棒的 是固定嘉宾还是 来宾 是一个演员 景博然 景博然被表扬了 他被表扬 你知道多厉害吗 他去录第五季的一二集 然后是在一个邮轮上面 他在那个邮轮上面的那个演技 非常厉害 而且你会觉得 他看起来是熟门熟路 很了解这个节目的tempo 他在这个里面 完全不会觉得他出戏 或者是tempo慢 或者是跟不上 完全不会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OK 好像就是跟大家一样 录了几十集的人一样 他到后面他自己讲 他就说 做功课 对 他在来之前把第四季的十二集 全部看完 你知道在花多时间 一集一个半小时 对啊 我都看不完 对我不过给你 大概两三集吧 两三集你都看不完 对 他居然为了要自己在上面 有好的表现 做到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看这个 很花时间跟脑力 你是没办法放在那边听 你要一定要看的 你要看 景博然就被表扬 他真的做得很不错 对 然后再来我要介绍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固定班底 可是他只有在第一季里面 是固定班底 到二季以后 就是这一位真的太忙了 他就没有加入了 谁 大张伟 大侦探 我非常喜欢他 大家知道大张伟是谁吗 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花儿乐团的主唱 他是花儿乐团主唱 对 但是花儿乐团在台湾 宣传过非常多次 但是红不红 我不是很确定 的那个乐团解散之后 他决定就开始走综艺路线 所以他原本 你就想象他原本是 比如说五月天的阿信 然后十年后团解散了 他突然就变成了吴宗贤了 又是吴宗贤了 有没有别的例子 不是吗 纵翼天王的等级 而且要非常搞笑 不就吴宗贤 他很搞笑 而且他的口音就是 北京人 各种精贴的儿子 他的那个 就是他讲话 他耳化音非常重 非常重 所以他讲话 有个很重的一种 北京腔调 非常好笑 他有一集 他是演一个道士 他居然可以在 所有cue到他的时候 马上 讲出一顿对联 所以他那一集里面 贡献出了十几个对联 可是大张伟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他从第一季的第二季加入 存为固定办理之后 他对于现场所有的证据 都理解为 就是 哎我知道怎么解释啊 就是都理解为 各种开车的桥段 大家知道开车是什么吗 大家明白吗 开车 我们台湾不这么说啦 大陆讲开车的话 我们可能是说 开黄枪吧 对各种开黄枪 或者是说 或者是奸情的联想啊 他们开车开了一大堆 原来你耗着口子啊 不是不是 他实在是非常好笑 反正就是各种联想 他都要往那个开车方向去讲 所以后来大张伟就造成了 明星大侦探的第一季 全员开车 对超级好笑 所有的那个开车的场景 都特别好笑 你不管啥事他都要 他都可以弄那边去 你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 搜明星大侦探 然后开车 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粉丝 真的吗 的精彩片段的集结 对他们会直接开说什么 明星大侦探大张伟开车 精彩片段 或者是全员开车 车门汗死 车门汗死 对车门都汗死了 但那个 你现在想下车都下不了 所以全员大家都 没有办法不开 每一个人都被迫开车 反正就是各种好笑 所以大张伟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笑的角色 但是你要看片段之前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完一整集 你先了解一下 他整个逻辑是什么 你才知道说那些片段的笑点在哪里 然后再来是场景 我们刚刚有讲到 酒店惊魂是搭做了玫瑰酒店 然后再来是呢 海上钢琴师这一集 是一整骚邮轮 而且每层有2000平方米 这也太大的场景了吧 13层 13层 那要架多少镜头在这里 对 所以他们说就是工作人员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镜头包含了什么 主镜头就主机位是 每一个艺人都会带一台主camera 在follow他们 那你才会有微表情 那个tag啊 对 那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在搜证 所有人挤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镜头就没有办法 挤到中间去拍嘛 而且又不能拍到工作人员 对 所以呢 他们在很多这样的时候呢 他们每一个角色的胸前 有一个自己的名牌卡 而那名牌是一个小型币 GoPro还小一点点的 的一个摄影机 有点算是小针孔镜头 装在胸前 所以很多时候 那种微表情可以透过 这一拳挤在一起 但是你对面的那一个人 身上的针孔 就拍到了你的表情 类似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剪过片 大家懂吗 我告诉你 那我都不知道他们有几十鬼哦 可能有五十鬼以上的 很痛苦啊 那很可怕的 他们还有在所有有证据的地方 包含了房间的角落 包含了比如说柜子的上方 你正在翻抽屉 或者是柜子的里面 抽屉的里面 床的底下 都有设一个camera 就是 你正在打开抽屉的那样子 对 他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棒的镜头 我都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再来 还有一个他们说 就是导演有提到 最难最难的 一个场景之一 是有一个案件 叫北方慢车谋杀案 而这个案呢 就是在东北的 一个真实的火车上拍 而且那个火车 还真的在走 你知道吗 真的要开 真的真的 他们真的在开 沈阳线 车厢就是长这样呀 所以他们在车厢里面 做了各种布置 还有setting 而且你要知道 车厢其实是很小的 可是景深不够 你要想哦 你架的那些箭头 是不是都有线 他们还要把这些线 全部都藏好 你说他们的 到底工作人员有多少人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绝对上百人 他们就是包含那一粒火车 在开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就是 入了四集 太难了这个 太难了 而且车厢就是一节 接着一节 所以呢 你要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一定会进过第二节 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的剧情 也要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设定 你才能知道说 从哪边跑过来的人 和从那边跑过来的人 你要如何让两边 都跑来餐厅 这边杀人的人 有一样等级的 杀人的机会 哦 就是不能说 某一个人 特别重 对某一个证据 只在这一边 那是不是一半的人 图案就排除了 那这样就不好看了 对啊 对 好难哦 好难哦 好 那我最惊讶的是说 他们的这个 编剧到底有多少人 你猜 嗯 十个以内 唉 果然是一个 没有见识过的 大节目大制作的人 猜出来答案 我跟你讲 一案嘛 一个案 好那我跟你讲 我原本猜的比你更少 我觉得 五六个吧 然后我看到 真正的那个答案的时候 我就想 我在做什么白日梦啊 三十人 三十个 一个案 三十位编剧 这什么平行世界的 一个规格啊 三十人 我有看到有一篇报导 他说 每一个案子 他们都至少要花三个月 想 然后呢 还中间很多试玩 然后场景试搭建 但是可能是 比如说明星的 经纪人 对 或是其他人 他可以去试玩看看 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些人的脑子 是真的可以破的 而且还要 就是出bug啊 他们每一个案子 从开始到 一直到拍摄完成 会花三个月时间 那一开始 在做编剧的时候 三十人之中 谁是负责提出 这个概念 idea的这一位 他就作为 team leader 然后其他人 就来辅助他 接下来呢 还要拆剧本 就像我说的 你要拆到每一个人 只知道自己的人设 和你只知道 你自己的part 别人的部分 你都不知道 那你也如何拆开 所以呢 每一位角色 又会配上一个导演 对 专门跟你对的 对 一位专业的导演 那再来是 他们这些剧情呢 他的那个 三十个人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是两个 被那个总导演 拿出来讲 但是或许还是很多 其他也是很厉害的人 他是粉丝 然后就投稿 自己投稿的 对 结果后来 他们觉得他投稿的 非常好 所以就用 原剧的这样的方式 然后就完成了 其中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案 然后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粉丝投稿 然后觉得他 真的很不错 后来那个粉丝 直接把自己的工作 给辞了 加入剧组编剧 他后来就去当编剧了 不然我们去投稿好了 其实我认真的 看了好几集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 没有这个脑洞 可能 我可能没有这个天分 因为他有一些 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跟你讲 他其中有一些剧情 到最后 就是在第三季往下吧 那些剧情 已经编剧到一种 我探为观止 脑洞大开的阶段 到最后 他已经是一个 不同维度的编剧了 跟大家说 完全不同维度 他有一集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角色推理 推理到后面 找到了一个关键证据 然后发现 什么 我们都不是人 我们都是 某一个人 他脑中 人格分裂的 人格 所以我们都是人格 我们都活在一个人脑中 死者的脑中 原来如此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人格 然后大家就觉得 现在是 是什么状态 对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研究说 谁是那个觉醒的人格 因为 他想要把其他人格都杀掉 所以你真的已经看到后面 你才发现什么 原来是人格间的互相残杀 原来 自我怀疑 他怀疑他的人生了 他说 所以那这样子 其他人好像都不可能 好像是我 就是你剧情已经进展到一种 所有人都觉得 天哪 就是你前面 努力在推理的一切事情 全部都被打断了 太难了吧 然后还有一件 好像是在 一开始 死了人 然后大家说 我们一起去查看尸体的时候 在这条路上 每一个角色都偷偷的跑去侦探旁边说 可能凶手是我 为什么 每一个 所以侦探 到最后已经露出了 非常茫然的表情 就是要整侦探吧 侦探一说出 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凶手 然后大家都说 蛤 是吗 就是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唯一凶手 就后来发现全场凶手 那怎么办 这也太难了吧 对 然后还有一集莫名其妙是 所有的角色都失去了记忆 就是断片 每个人都断片了 每个人都交代不了自己的时间轴 所以是一个没有时间轴的一集 太难了吧 还是有时间轴 从证据拿出来 就说 原来我昨天晚上几点在干什么 这个事情啊 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轴 都靠找到的证据来做证明 就所有人都快崩溃了 就是到最后就是不断不断 打破你的所有推理 所以你推理了大半集 然后到后面发现不对 头太痛了吧 对对不可思议吧 非常非常复杂的剧情 就到后面才是非常精彩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第一季第二季 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推理 可是越到后面 如果都还是有这个简单程度 那观众们就会觉得不够看了嘛 对不对 就觉得老梗嘛 可是他到最后有那种彻底的 我觉得这些编剧太了 彻底脑洞大开 然后凶手连自己是凶手都不知道 然后全员都陷入大迷茫状态 我怀疑这些编剧都是哪来的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是还有脑洞大开的 比如说穿越时间的 对就是不在一个维度知道吗 穿越对 然后还有除门的世界的 还有灵魂交换的 对 就是各种 你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对 喜欢看侦探小说 这种悬疑小说的人 很适合看这个 他们这个比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什么的都还厉害 听到这边大家是已经睡着了 已经脑内灯出了 还是你想看的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耶 对没错 所以呢 欢迎大家赶快看一下明星大侦探 那我推荐一下好了 你有推荐哪一集可以先看吗 我会建议先从第一季的第二集吧 有大张伟 嗯 可以 但我个人比较习滑一点 我就想要从大制作大长进开始看 酒店惊魂是不是不错 你要从酒店惊魂吗 还是你要从那个铁达尼浩 你有看那个铁达尼浩 不要不要 因为铁达尼浩那个是不一般的设定 我想让他们从一个比较一般的设定开始 可是那我觉得还是要从第一集的前面 啊我知道了 第一季有一集是婚礼 婚礼某杀案 从比较简单的录像 那个是婚礼某杀案可以 而且那一集还好像还有大张伟 反正前面的大张伟都很好笑 那后面没有大张伟之后 有夸张的大制作跟超级的脑洞打开 所以他其实从第一季一直到 呃今年初才第六季收官结束嘛 那每一季都有大概十二集 所以乘以六季 哦那这是算一个很长青的节目哦 五年了呀 然后下一季会是在今年底 预告是在今年底 放心好不好 把全民大侦探的六季全部都追完 疫情保证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谋杀了 大家今年底再等到下一季了好不好 真的非常精彩啦 非常非常精彩 那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上网直接搜 YouTube上面就有他们的官方直接上传的档案 对所以非常完整的档案 就是明星大侦探 然后中国还有别的节目 就是他们后来的节目有叫别的名字 然后什么大侦探什么的 请认名明星大侦探 最好看的版本 明星大侦探 中够有六集 从第一季开始看啦 好那就这样咯 今天就推荐给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 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红安 我是Echo 拜拜 明星大侦探